大马路上一台装着满满带子的脚踏车 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一问之下才知道她是外国人 来自日本的女孩钢田李一 一个人骑着自己设计的脚踏车 从桃园一路骑到台东 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让她坚持到台东 她的回答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我喜欢台东的原住民 原住民的魅力 竟然可以让一个女孩愿意远渡重洋到台东 甚至下一站要到 这位可爱的日本女孩要感受的 不只是台东的好山好水 而是想要更深入原住民文化了解这一块土地 原住民文化在外地被认为是最喜爱的人文资产 但在台东当地是不是一样被重视 就让民众自己去做评断了 东台新闻正会如张军庭台东市报导 台东很漂亮